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来刺激汽车的消费 所以整体的板块来说 今天来说 你看得到就是百花齐放 汽车股来说 表现也是很好的 比亚迪来说 它之前10月份 即是香港的比亚迪 10月份来说 它的股价创到最高是324元 当年的10月份 它的新能源汽车是808部 但今时今日 它已经卖了新能源汽车11万4千部 估计它在7月4日公布6月份的时间来说 应该是再厂纪录新高的 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大陆很多的消息 你可以看到 其实比亚迪那只海炮的订金 这方面来说 数量已经超过5万部 但如果你看回在上个月公布比亚迪的销售量 其实一部都没有包括海炮 为什么呢? 我自己认为 可能初初一推出的时间 是你收到订金 收到订金 在比亚迪的会计制度下来说 如果你单凭收了一个小订金 它不承认一个销售量是确认了的 除非你给了这个大订金 如果你给了大订金 我觉得会计部有机会把它确认在销售 如果你想一想 比亚迪的海炮5万两销售 放入下一个月公布 你觉得这个数字是否有一个井喷的数字呢? 所以我觉得在下个月份来说 它的股价有机会挑战纪录新高 在新能源汽车之中来说 只有三款而已 比如说讲起来说 讲起来说Ion ok了 Ion来说它除了过了big event point 它的销售量达到2万部 所以严格上来说 它的淡淡肉 都可以令到Ion 是可以有一个不错的盈利 另外长城来说 新能源汽车由于它之前都加了一些价 所以以前来说 白猫黑猫停产了 它现在就叫巴黎猫 它都ok了 现在开始过了big event point 所以在新能源汽车版块之中来说 如果用长城和吉利去比较 我会稍微倾向选择长城 因为新能源汽车这方面 做得比比吉利好 ETNET 专业版HV2股票报价系统 帮你动息大局 捕捉投资先机 即刻申请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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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